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正手工来说 基本动作怎么打 网上文章视频很多 我不多说了 都差不多 聊重点 正手工到底练的是什么 简单来说 正手工练习的是一个控制球的能力 很多朋友认为正手工练习的是正确动作 为了能进攻 这只是一个方面 正确的动作 动作结构稳定 保证了你合理的发力 命中率会提高很多 为什么打比赛用不上呢 有的朋友说 对手打过来的球太快 太歪 和练习时不一样 问题来了 为什么练习时没有练过这样的速度力量呢 正手工 面对来球慢的可以加力进攻 面对来球快的可以简厉防守 一个动作 两个用法 而见的最多的 练习时力量都很平均 速度较为稳定 落点都在手边 站那里打几十板 肯定和比赛不一样 最初入门 可以固定速度 固定力量 体会接力 然后就可以练习变节奏的了 快的挡一挡 慢的发发力 练习自身控制力量 控制打出球的节奏 这是最重要的 但是很多人往往并没有真正练过 真正好的正手工 不管对手来球快和慢 都要打上台 更要打落点 力量控制要求非常高 快的能打 慢也能打 能进攻 能防守 才是真正练好了正手工 先达到控制节奏速度落点 然后练左推右攻 并不衔接 能左右都照不到 不法不乱 动作就很正 水平自然就提高了很多 很多朋友需要对乒乓球基本功 多一些理解和体会 打球并非动作对就能打好 能否控制住球是非常重要的 打篮球先练运球 并非是投篮得分 踢足球 先练脚上颠球 膝盖等部位颠球 都是练习控制 正确的动作 控制不住球 打出的一团乱 不会打赢比赛 乒乓球的高级境界就是控制与反控制 喜欢乒乓球的朋友可以加关注 有问题可以留言交流 共同学习 共同提高 ünden不过来的话 这就是这手走 现在我提准时看到这一切的緣结 确换呢 我那样就是一下 我可以帮 safety光 说她要不动